明朝灭亡以后,那些王爷们是什么下场? 1644年,李自成攻破焚州后,仅两个郡王府就杀死宗士达1500人之中。 攻破西安后,末代秦王朱存书被俘死。 攻陷山西后,末代秦王朱久贵被俘不知所终。 张献忠破武昌,葫芦楚王朱华奎,将其一家沉浆,此次无幸免者。 张献忠进取楚王宫中金银百万,免在数百车不尽。 张献忠攻陷成都,明朝王爷第一富豪属王朱智树与非倩们投井自杀,权宗也都被杀。 李自成攻入大同,戴王以及权宗四千多人被杀。 李自成攻破兰州,肃王朱石虹以及权宗皆被杀。 大顺军破武冈,民王朱启银和权宗被杀。 大顺军攻陷平良,韩王权宗被杀。 张献忠攻崇庆,瑞王朱长浩以及权宗皆被杀。 大顺军破洛阳,明朝王爷第二富豪胡王朱长循被处决。 张献忠进入湖南,荣王朱慈赵和母亲姚氏逃走,后来成为交书先生。 康熙18年,清军在山东问上县将朱慈赵捕获,全家被杀。 清朝为政治需要硬把他说成是朱三太子朱慈炯。 据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介绍,万历初年,全国财政支出为1850余万两白银,而其中宗藩奉禄开支就高达550多万两,比例接近30%。 另一方面,这些皇族宗士不但吃国家奉禄,而且还享有不纳税特权,因此还都大肆吞并土地,商税和延税,致使明朝朝廷收入锐减。 到了雍正时期,为了表示清朝的人政和大度,清廷找到了幸存的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朱贵后裔,就是朱之脸,封朱之脸为一等侯,世袭,猎武等之班,世世代代负责明邻的祭祀及管理事宜,其族内人丁全部转入正白旗。